玻璃碎了 玻璃碎了 这样的一些话语 那这次的事故呢 那目前呢 这一家烟花制造有限公司的 将严肃地问责 追责 同时呢 湖南省还将举一 他也是这个必须烟花制造有限公司的职工 去上班不久之后就发生了这起事故 他所在的车间呢 大概是有五六个人 这段视频呢 是当时在 烟花爆竹企业开展拉网式的隐患 许达哲分别做出了批示 同时分管的领导和长沙市 刘阳市的领导 在事故现场指挥事故的处理 后续的处理